同龄市,位于安徽省南部,以产同而著称于市 是中华民族青铜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铜开采和冶炼的历史始于三千年前的商周时代 故有中国古铜都之美誉 同龄也是一个风景秀丽,历史悠久的城市 它还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遗产而闻名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索同龄市的十大主要旅游景点吧 第一站景点,同龄福山景区 福山景区,位于安徽同龄市中阳县福山镇 市集旅游,休闲以购物美食为一体的旅游景区 福山是安徽历史名山之一 它是一座沉睡一年的白乐际岛期宝层挖好的古火山 其遗存下来的火山口 火山中,火山渣及熔岩流向 龟列文路和断层列席,均为全国罕见 它也是一座佛教与文化名山 它被誉为天下第一文山 是因为藤宋明以来梦交 白居易,欧阳修等众多文人从到这里并留下许多遗迹和历史 另外,存于山中的磨牙石刻也是绝妙的欣赏之处 古老的石刻雕塑展示了同龄市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是了解当地艺术和雕刻传统的绝佳机会 第二站景点,同龄凤凤凰山风景区 凤凰山风景区位于同龄市顺安镇南部 是国家4A级风景区凤凰山形圣凤凰 由恒山、念山、临风山、檀山、金山等构成 境内山清水秀、风景如画是同龄家喻户晓的旅游圣地 凤凤山风景区咋在明朝景泰年间 诗人周朵就书写《炉外山高插半天》 石边古景区甘泉,凤凰一影千年后 上有一记万古船等十六首凤凰八景祖师在美国凤凰山 在这里你可以在山间徜徉 感受山水相应的美丽景色 第三站景点,天井湖景区 天井湖,俗称天井湖 天井湖景区是一个以湖泊为主题的旅游景区 湖水清澈见底 天井湖南湖湖心有一座岛 岛上有一口井,井水中年高于湖面两米多 湖水长则井水不长,湖水落则井水不落 常言井水不犯河水 传说这天井水是由天少而来 宫过往神仙小气品茶之用 因此这上通天 下通海的井被称为天井,湖因井而得名 后人于井上建造了通天阁以保护井 天井湖公园里还有山谷碑林,牡丹园等 总之,这里周围环绕着青山绿树 给人一种宁静和宜人的感觉 唐代诗人李白九曾留下笔墨三美子弟圣景 第四站景点,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同龄市郊区 这是中国最大的淡水屯栖息地之一 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观察到宾威的淡水屯 并了解他们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第五站景点,永泉旅游度假区 永泉旅游度假区内有茂林修竹,有古清泉,鸟语花香 拥有一人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休闲娱乐设施 是放松身心的理想场所 第六站景点,奇山汉武文化生态园 奇山汉武文化生态园位于同龄市宗阳县 规划设计以大力弘扬宗阳古战国文化为主 一期工程包括主入口广场,环山通道,烈士陵园 汉武隔壁部分亭廊 宗阳县历史悠久,早在就是弃时代 这里就有古人类活动 自这里的奇山村不断出土铜建 铜点及陶器等文物后就备受关注 这里有战国时期的古墓 后命名为奇山战国墓群 这里文物的研究价值极高 也为宗阳县的旅游开发提供了新的契机 总之,奇山汉武文化生态园 以展示同龄市汉武时期的历史文化为主题 可以了解到古人的建筑风貌、生活习俗等 第七站景点,大通古镇 大通古镇,古名兰西,西汉在此设立梅根野 唐代是大通水义 后来在宋开宝八年建大通古镇 这里有佛教信徒朝进九华的礼佛古道 及青通河 有一手连着长江 一手连着青通河的千姆湖面 及祠堂湖 有九华山头天门之争的大士阁 与高耸的天主教堂钟楼各湖相望 这里还有活着的历史文化街区 更是全国古镇中唯一铺四方石的蓝溪老街 总之,大通古镇保存着传统的建筑和街道风貌 游客可以感受到古代的商业和文化氛围 第八战景点,青山石屋寺 青山石屋寺坐落在宗阳镇 远望山色青子,羞涩可参,雾名青山 山南风下有一平坦巨石 仿佛从天而降,又形成了天然石屋 关于这石屋,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传说明朝时九华地藏王驾云朝拜山护国安 樱山经不住其重力所压 地藏王只得将另一只脚搭在大青山上 竟将这块巨石踩动,滚落而下,背下方的巨柱寝柱 凑巧搭成了这间石屋 巨石上面还留下一只鞋印,约一纸半长,寄身低震 此即青山石六景之一的菩萨印掌 青山石屋寺的面积约200平方米 人居其间,都暖夏凉,舒适无比 明末宰相何如宠赏识曾读书于其屋 近屋顶巨石有其失刻一手 石叶,监云堕地隔山郊,先隐缠七万古羊 位下悬崖魔术寺,与他后代任前朝 这座位于山间的青山石屋寺 环境清幽,寺内有古老的建筑和宁静的庭院 是修身养性的好去处 第九站景点,西湖城市湿地公园 同龄西湖城市湿地公园是同龄市最大的湿地生态系统 位于安徽省同龄市同关区 以绿色为基调,湖水为衬托 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生态湿地面貌 市集生态恢复 景观游赏,旅游度假,户外休闲 运动健身等功能于一体的冰水生态公园 这个湿地景区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和迷人的湖光山色 是观赏自然景观和观鸟的理想场所 第十站景点,梧桐花谷景区 同龄梧桐花谷位于同龄市一安区 现为国家三一级旅游景区 主要有七彩花田 梅园,牡丹园,硬砂红,玉金香 百合花,金丝黄菊等食欲处主题花园 桃,梨,葡萄,西瓜,摄女果,蜈蚣和蔬菜等生态农业生产体验基地 梧桐福,玫瑰岛,花乐谷等自然景观和体验项目组成 其以生态农业为基础,以四季花海为媒介 市集观光,休闲,体验,科普,养生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和乡村旅游目的地 这里的梧桐花盛开时分,整个山谷都被花海覆盖 美不胜收 游客可以漫步其中,享受花香和自然的宁静 桐林市以其多样的旅游景点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游客的光临 不论你是喜爱自然风光还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 桐林市都会带给你一个难忘的旅程 还有,肩上的安徽里推荐的五道宗洋美食 如米面和粉蒸肉等,就位于安徽桐林市 去旅游的同时也可以尽情地享受一次美食 最后,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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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